这位子 私有于兵 老了 根本就不应该为了那个叫什么袁小天的 带穿死龙杠和龙袖 老了 我的文语 我们决本能爱着准处 还以法人所黑白的悲惑 没错 就算我们救不了龙杠和龙袖 我们要杀了袁小天 替他破了上次之仇 等袁小天 我们再祈求了老放龙杠和龙袖 你现在也只有这样了 除非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好主意 叫什么 除掉袁小天 我法国天 你怎么不成事了 你们怎么说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老不去度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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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了 你们跟他们干什么 我们要杀了袁小天 在这里 都是江湖上主义主官的高手 他们说都是死 你是让我们对手 还是自己的吗 你们不要过来 反正黄的你 他们两个人都被堪截 你们要杀了 你们要杀了 你怎么会放个人呢 不要做别推积翻入规矩 你不可以 死是与你 没杀了 要杀了 要杀了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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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还真挺好 别向老婆来救 如果你自认为 还是男子汉的话 就别声张 你怎么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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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自立 看他们这样的 到底做了什么 帅 你们要不要说话 怎么在这 做错了 我都在 你刚才就不应该来到凡人 你刚才就不应该来到凡人 如果不是哪里 这刚才就不应该去那么大的奖放 你了 这今天不容易 不担 你不该杀了龙杆let 龙江龙秀更不该投到凡人口来 龙江龙秀要自为了报杀户之城 也不会犯了独立规矩 更不会白白牺牲两条性命 不牺牲两条性命 这麽说龙江龙秀太瘦 老龙为了服众 自己立下了规矩 龙江龙秀掉在新台上 直到他们赏命 他没信当论 老龙真的怎么说 我以为老龙把他们带出去 两句就说了 你以为老龙是寻死互动的人吗 有时间不得了 还是自己给他 高龙江龙秀的培葬 平安 老子我们就出事了 先走 你们小心 大王的所作所为 我只有你们看两个字 你们现在的心情我们不能体会 我绝不会让老龙 失去他最疼爱的两个亲人 我更不会让任何人 因为我受到任何伤害 不定 你要站着点 我会找你 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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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猫肤耗子 老龙江 不是真心来救你们 怎么回事 别正言说下话 我们要杀你 我们要杀你 带他们这些救了 必要我们不知道 交换人类的 你出来看消换的吗 我们知道他们不成了 就算变成鬼 我们要快把包拳走 快Right 滚 快 踩 顶 要好 page 没错 你既然不能真心悔改 凡人不诸容下他们 更替他们出去兴奉作浪 敢见冤魂 那老师如何判定他们又是真心悔改的呢 虽然他们曾经犯下许多掏偏大罪 但至极不曾散犯 虽老愿意给他们机会悔改 没错 既然如此 老子要除此龙膏和龙胸就大错了错了 反而得凡人不诸规矩 看他们必须说我错了 难道不是吗 龙膏和龙胸只不过是跟凡人鼓里的每一个人一样 曾经犯错 但从他们刺杀我之后的现在还不曾犯错 难道了吗 我不应该给他们机会悔改 对对对 刚好 龙膏龙胸我只是第一次犯错 如果这么该死的话 难道我们早就该死一百别一千遍 哎呦 少许说的没错 我们大家靠到凡人鼓来 对的就是洗刷过去的罪孽从心来过 他们犯的错 跟我们比起来 他能比得不好 邓家鱼 凡人鼓的规矩 不就是不知悔改 以凡再犯者死吗 龙膏和龙胸他们是第一次犯了杀戒 别哭 还有凡人鼓 都应该再给他们一次 打过的机会才公平 好想着 看你愣脱脱脑 没想到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道理 老 云小天说的不错 你不能管他们凡人鼓的规矩 把他给弄买一下 哎呦 老老 你这搞事没何嫌疑 反不够准啊 你放 你放 本王好 乱龙当龙胸 哈哈哈哈 别人喝了 我别人家 谢谢你 老老且回过来 永康和龙胸 本来就最高该死 小天救了你和龙胸 还不快谢谢人家 你们这两个孩子 连外套都会被测放 老了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他们不需要放心 只是我有一事想求 希望我能够答应 你们用了什么事情 你说吧 男的跟前辈确实非我所杀 这是不论我最大的口诚 他们都不愿相信 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出去查个真心 早日化解这一段恩怨 拜托 你就让我出去 拜托 我一定会找到这种人 也好 不过 不管事实真相如何 你们不许再起杀念 意图到处 不然的话 我不会把他以来 会答应吗 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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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上人的心心在路 路上也可不再相信 我知道了 听姐 你怎么不想我 放心吧 你怎么会把他以来 就有一个历身后功 没用的机会 没用的机会 你这话不要说得太早 怎么放人 这是不可乎 他就太过 见人只说七分话 但博 您教的 你很适合 您可得了 好了 别的话老大 我不说就是了 一旦查明了 赶紧回来 不要拦了 是吧 就别操心 我又有个计划 长官 好 没错 我先看见韩山姥姥送龙刚出谷 这不过是个问题要的事 我还以为是袁肖天出谷了 不对 龙刚是我的金鲁肯定的一盘钥匙 这是个不可措施的两斤 看来我们 你有报仇的学习吗 我当然有 为了报仇你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可以 在所不惜 那好 你照师叔的话去做 我当务里有机会可以 我怕我还是要点得难 大爷 我姓鲍 这是我的灵魂叫鲍鲍的 听说您找我 你去看 没错 我打你过 听说你在江湖上将有鲍鲍 办事也可牢靠 不敢不敢 您夸奖了 不知 您找我 有什么事 不小心 您帮我哪听一件事情 没问题 来来来 坐下 好 快点